字幕提供 哈囉 各位電子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中文明國113年2月28日 星期三 在兩個多禮拜前 有嫁接一批白事 那二月初也有嫁接幾支 那二月初嫁接的是壽粉枝條 那兩個多禮拜前嫁接的是一瓶新的白石 品種不知道 但是是在河胸那邊取的枝條 那我們今天呢 過了兩三個禮拜了 我們來檢視一下 這個白石嫁接的一個狀況 這一顆呢 上面有嫁接兩個枝條 分別在右側一支 右側這一支是壽粉枝條 我們來看一下狀況如何 這已經嫁接 我記得是二月四號嫁接的 喔 好 二月四號嫁接的 來 我們看一下 發芽了 二月四號嫁接這個發芽了 白石發芽了 好 這一支是壽粉枝條 我們當初嫁接完之後呢 因為那時候天氣呢 還沒有很熱 而且溫度還有點低 所以我們沒有幫他做套袋 直接用石蠟膜這樣子包裹而已 那現在已經發芽了 這一支呢 這一支呢是壽粉枝條 好 那我們就看另外一支 另外一支呢 是兩個多禮拜前嫁接的 新款的白石 品種不知道 哇 這個比較快喔 這才兩個多禮拜而已 也發芽了 而且還長得蠻漂亮的 還長得蠻漂亮的 所以白石基本上非常容易嫁接啊 有跟我拿白石枝條的好朋友 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嫁接的一個狀況 那你看這顆白石上面 這顆是W4 你看它的果實已經這麼大顆了 因為前面前面有兩顆壽粉樹 今年也有開花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如果有壽粉的話 他們還是會長大的 還是會長大 這邊也有 好 這顆嫁接成功 兩支都成功 另外這顆來 這顆就單獨只嫁接壽粉枝 我們看一下 噢 這顆 單獨嫁接壽粉枝的這顆 也冒芽了 成功了 噢成功了 噢 它的芽都已經冒出來了 這個我們都沒有幫它做套袋 因為天氣的關係喔 涼爽溫度低 太陽日照又不大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只把它 嫁接完用史辣摩包覆著 現在都已經突破史辣摩冒芽了 好 瘦粉枝 來我們再來看這顆 這顆呢就是瘦粉樹啦 但是因為瘦粉樹它的果實也是非常小 它只是要它的這個花粉而已 所以其他這一側全部都是瘦粉樹的花粉 等到一個枝條 那我們就在另外北側這邊嫁接了兩款 我記得有一款是 W4一款是新的 這款是 也在冒芽了 不過呢 因為史辣摩包的比較厚一點 這邊 要不要幫它一下 還是讓它自己突破呢 好 稍微幫它一下 這裡 有沒有 芽已經出來了 我記得這隻是 應該是新種的 我不知道名稱啦 那這一顆 這裡這個也冒芽了 上面也冒芽了 也冒芽了 不過它底下的真木芽也跑出來 我們把它拿掉 嫁接後的養護了 拿掉 好 那這一顆 基本上一束三瓶 剛剛前面那一顆也是一束三瓶 那一顆一束兩瓶 好我們再看一下這顆 這顆當初也是加接瘦粉絲 看一下我記得是瘦粉絲 沒錯 不是不是不是瘦粉絲 這個也是 這顆是什麼 忘了 不過這顆進度比較慢 目前還沒有突出 還沒有突破 還沒有突破 它的真木的這個是比較細的 目前還沒突破 不過接碎還是綠色的 這個肯定也會過 沒有 沒有不過的理由 好我們再來 然後這顆 這顆的果實 這顆是綠霸 綠霸 它的果實 如果有瘦粉到的話 還是會長大 我們期待看看吧 這一區的果實 綠霸今年開很多花 好後面這顆也是瘦粉樹 這顆今年也有開瘦粉花 有開花出來 所以基本上綠霸跟前面那一顆W4 應該都有機會受聞到 那這顆我們也是幫他架接了兩種品種 這裡 這隻 這隻 牙也出來了 牙也出來了 很明顯 牙出來了 好 那這個底下呢 我們也發現 它的針木 也冒牙 所以針木冒牙 我們把它抹掉 把它抹除掉就好了 輕輕的抹掉就好了 另外這一隻是比較晚嫁接的新品種 欸 後面這批 後來居上欸 蠻快的 你看 牙也突出了 突破實納膜 也快出來了 突破實納膜出來有沒有 這個真的是 白色太好嫁接了 嫁接白色的成功率會讓你信心大增 會讓你覺得 哇 嫁接沒有什麼困難的 所以要練習嫁接的話 白色可以考慮 那這顆就比較特別 這顆是十升秒 整顆都是十升秒 所以今年呢 這顆 唯獨這顆 還沒有開花 那十升秒後來我幫他嫁接了兩款 一款 嫁接兩款 沒有瘦粉樹 因為瘦粉樹 隔壁這顆就是了 所以這一顆 我幫他嫁接好像是 W4跟新品種的那一款 我們看一下 你也太快了吧 兩個多禮拜而已 你這隻來的太快了 你看我都沒有幫他做套袋 因為天氣的關係 涼爽 太陽不大 我沒有幫他做套袋 我直接用那個 十二膜包覆而已 很多好朋友看到我 為什麼不用套袋 我沒有怎樣回答 只是我個人覺得 那個時間點還不需要套袋 那個時間點 對白色這個品種 因為白色這個實在太好接了 而且他 長牙發牙發得很快 所以我就沒辦法 別的品種 別的果樹就要 別的果樹就要 所以這個一樣好冒牙 那另外這隻 這隻也來了 這隻是比較早接的 不過呢 這隻比較細 牙是從頂部這邊上來 那底下它的 枕木的部分 也長新牙 這個把它抹掉 抹掉 那這裡還有一隻 它自己長出來 這個 到時候把它 療微一下 或者是到時候 這邊再 架接別的品種 那這裡也可以 架接別的品種 那底下這邊 我就要留著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是 十升苗 我個人 非常期待 十升苗的開果 所以底下留著 要讓它 長十升苗的果實 看狀況如何 那未來這兩隻 基本上也都可以做架接 OK這就是我們前一陣子 兩上個禮拜 有兩次兩批的一個 白色的一個架接的一個成果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都成功了 架接的 兩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六隻 七隻 八隻 九隻 十隻 十全十美 全部成功 喜歡玩架接的好朋友 這個 白色的架接是非常簡單的 可以先挑戰看看 柑橘類的架接也一樣 非常簡單 其實跟各位講個秘密 這不是秘密 就是講個常識 這個白色跟柑橘類 它們是 親戚 它們是親戚 它們是親戚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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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香科的樣子 好像是雲香科 有點忘記了 查一下 反正它們跟柑橘類是親戚關係 好 那今天的紀錄分享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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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 我們下次見